42歲的余先生 28歲時罹患高血壓 平時使用藥物控制 但只要身體狀況不佳 血壓的問題 就會嚴重影響生活 嘗試過多種藥物 都無法改善 整個人的狀況會很不好 然後會嘔吐 然後頭痛 就整個生活都比較 沒辦法控制 會撐住 但是其實會影響到我上班 醫師評估他腎動脈的狀況 建議使用腎動脈 交感神經阻斷術治療 以微創的方式 將導管伸入腎動脈 再用射瓶燒灼 阻斷部分交感神經活性 膠血壓的成因 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們身體裡面的交感神經 它的活性過強 交感神經大部分是分布在 我們腎動脈的血管的表面 那利用這些電燒方法 把這些交感神經的活性下降 那來達到一個控制血壓 術後三個月 血壓會逐漸下降 過程仍需依照醫師指示用藥 研究顯示 血壓平均可以下降 大約10毫米鞏柱 但是腎動脈血管阻塞 腎功能不佳者不適合使用 大愛新聞台北報導 我們下降